我头发有点乱 晚上好 你们有没有想我呀 苏仔哥姐们很高兴见到你 没有 因为我这两天最近一直在忙忙忙忙 然后今天呢刚好下来了 然后我就给你们直播 那子头发太乱了 弄一下 因为我头发没洗 所以这样子的 头发没洗 头发没洗 所以这样子 这也不好 这样弄着吧 要不 这回乐山了吗 没有 苏仔哥姐们我没有回乐山 我最近这两天还回不了乐山 因为这两天 阿姨妹妹也没有回来嘛 所以呢我回不了乐山这两天 这两天我要我每天要去医院 我去市里面的医院每天 阿姨子早就早就结婚 你们没有听说吗老板不想结婚 你们还叫我早就结婚 我想结婚有什么用啊 没用啊 我想结婚也没用啊 对不对 不要说结婚也没用啊 不要说结婚的事了 哎呀 说了伤心 哈哈哈哈 头发都掉完了 你们看 头发都掉完了 想事情想的 头发都掉完了 真的 想这些想那些的 头发都掉完 你们看到了没有 头发都没有了 谢谢点赞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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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个人点赞 谢谢 现在在讲里面 哎 七月干嘛 嗯 亲戚就是那个 不 不说了 七月干嘛 不说了 说了 我怕就是让很多事实 阿姨们担心 谢谢点亮 谢谢 谢谢点赞 老板说 他结过四次婚 哎呀 不管了 不管了 我头都痛死了 我这两天真的 这家里面很多事情 出了很多事情 我头都现在痛死了 不管了 好不好 不要再说这些了 说了 我也 心里面更那个 可以吗 不说这些了 可以吗 不说老板 我们两个都婚姻了 可以吗 早上有点瘦了 嗯 应该是有一点点 应该是 这个手轨出来了 应该是有点瘦了 哪干 他呀 我孤苦家的小孩在这里 妈主任啊 关门了 阿姨 你 你 我 我 阿姨 明天晚上或者如果明天晚上我来得及的话给你们直播 来不及的话我后天晚上给你们直播好不好 然后给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回乐山好吗 爱因木回去想起了 这些事情我都真的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行吗把我微信拉黑了吗 他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没有打过电话 虽然那个 所以没有联系我不知道爱因木也没有给我说 然后我今天很多叔叔阿姨他们私信我说阿姨莫回去了 然后我就给阿姨莫打了电话 阿姨莫她说她去那个我六万的姑姑 就是六万的外购家了 去小妈的就是爸爸爷爷他们那里了 阿姨莫说她说她去那里了 阿子雪儿说老板有老婆 雪儿是谁呀 雪儿是谁呀 我不认识 阿姨去找你了 阿姨哥应该不是来找我的 阿姨哥应该是来贪工作的 哎呀 有的时候是摔个钱吗 我们就是把很多事情搞得太复杂了 太乱了 知道吗 太复杂太乱了 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可以吗 人家阿姨哥来大年生是来贪工作的 不是来找我的知道吗 来找我的话给我打电话了 而且老板有老婆的话他干嘛要给我表白呢 对不对 他又不是神经病对不对 又不是脑子有问题 他干嘛要给我表白 而且当做他们那么多人面前 对不对 老板不会有老婆的 你们不要听别人乱说 别人是蹭流量的知道吗 不要乱说了 我相信老板 我也相信阿姨哥是来谈工作的 我也相信老板 老板是没有老婆的 知道吗 谢谢 谢谢 点赞 谢谢 坏人说的 哎呀 我们呢 不说谁坏不坏人 对不对 反正呢 我们相信就可以了 好吗 相信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相信就可以了 而且如果真的了 老板有老婆了 干嘛了 也没事呀 对不对 老板我们两个虽然 在网络上 已经说当于朋友 我介绍老板 难道死了 我们也反正也没有在一起 然后 那个 到时候我相信老板 我觉得老板不会骗我的 知道吗 我们都往前看 相信现在的 好不好 不要相信 以前也不要相信以后 好不好 相信现在 过好当下 好不好 而且我现在真的 我的心情 我的这个 我的世界都很复杂 很复杂 很乱 知道吗 我每天还要去 市里面的医院 所以呢 你们就是 不要老是说一些 这些那些的 这些那些的话 来刺激我 就是来 这样那样的说 好吗 相信老板 对 来相信老板的 扣个衣 摔个姐嘛 像我一样 相信老板的扣个衣 虽然很多人都说 怎么怎么的 老板有老婆 怎么怎么的 但是我还是 相信老板 真的 阿姨默在直播是吧 我捏一下她啊 她没有在直播呀 她没有在直播呀 摔个姐嘛 她没有在直播啊 下播了吗 下播了 下了是吧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点赞 谢谢加入粉丝团 谢谢 素质一个姐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而且你们想一下 老板有老婆的话 这个是什么 对不对 戴在我手上的 这个是什么 对不对 虽然我们不要相信 这些那些男人 我头好痛啊 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 这两天 又忙 晚上我又 听到很多人 又这样说 那样说的 真的 太多事情了 家里面本来 就现在很多事情了 真的 头好痛 对 谢谢点赞 谢谢 对 还没有关注我的 能不能关注我一下 能不能关注阿子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 素质一个姐们 谢谢 反正呢 我在这里说 我的话 我的话也没有 对不起任何人的事 我做好我自己 以后该怎么样 怎么样 这些以后再说 我们过好当下 可以吗 过好当下 我只希望 我身体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奶奶 他们身体健康 我现在的想法 他们身体健康 我们都开开心心的 就好了 我真的 我没有很多的要求了 现在一位 一位说实话 现在 我觉得人的身体 很重要 很重要 知道 一位说实话 现在 我觉得人的身体 很重要 很重要 知道 一位说实话 现在 我觉得人的身体 很重要 很重要 知道 这么说的话 肯定是人家 人家肯定是 见过老板的 以前的女朋友 或者老板 他们有什么 有什么误会吧 应该是 所以这样说 我的话不认识 谢谢 谢谢素来的 谢谢 梅州客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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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的点赞 谢谢你们的关注 谢谢 素来个姐们 还没有关注我的 关注我一下 感谢 感谢 太卡了吗 卡了吗 卡不卡 卡不卡 还卡不卡 素来个姐们 还卡不卡 谢谢 谢谢 甜蜜宝贝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送的 小可爱 谢谢你们的点赞 谢谢 我每天要去医院 所以我们今天就下来 下来鼓鼓家睡了 要不去县城 就是去市里面很远 所以我们每天要五点就要起床 五点就要起床 六点就有那个巴车 就是那种商务车 就坐那种车去 好了吗 不是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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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告诉你们 所以我这两天真的 你们老是叫我回乐山 我不是不想回乐山 我真的很想回乐山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知道吗 现在过年我爸他又买不到机票 也买不到票 他买不到票 他说太远了 买不到票 知道吗 爱因我没在直播 爱因我没在直播 爱因我去外国家了 所以给你们去外国家了 不是我病了 不是我 我在这里再说一遍 不是我 所以给你们不是我 不是我病了 相信老板 对相信老板 相信老板 你病了更好 我病了你开心吗 所以我病了更好 但是你就是说 真的有些人说话 真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说出这种话 你们还就是 好可怕 真的你们敢说出这种话 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人才能讲出来这种话 是没有亲戚朋友呢 还是 我真的搞不懂 真的有些人说的话 我真的永远的搞不懂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出来 我病了你很开心吗 我跟你有一模前关系 所以你这样子去说我吗 真的是人不可忍 一次二次的忍 一次二次的忍 非要老是这样子来骂我 你们以为我没有脾气 以为我没有 真的 你们以为我就不会说话 我就不会骂人 我就不会干嘛的吗 我只是觉得做人要做好 做人要做的 最基本的就是善良 对不对 不要去乱说别人 不要去乱骂别人而已 我 我平时我不管很多叔叔阿姨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怎么说 我都从来没有说过 不管私信骂我的 不管干嘛的 我就当做没看见 我就没有说过什么 但是我觉得真的 有些是他们以为他们把我当成傻子一样的 你善良了吗 我不善良 那我偷你的来 还是抢你的来 我骗你来 这干嘛了 还是我害谁了 还是我骂谁了 你说一下 我骂谁了 你把名字说出来 还是我干嘛了 你看不过我就不要看我 不要在这里说我 知道吗 人都是有良心的 我不祈求你们关注我 也不祈求你们 你们看我 真的 想看就看 不想看就走就可以了 没必要来骂人 知道吗 我跟你有一某些关系都没有 真的 有些人嘛 他们不看 他们又想看 看了 他们又不顺眼 不顺眼就不要看知道吗 弄脏了你们的眼睛 对不对 我不好的话 对不对 浪费你们的眼神 非要看干嘛呢 不要看就可以了呀 对不对 何必来骂人呢 我对不起阿伟 我对不起阿伟 我怎么对不起阿伟了 你们说一下 我怎么对不起阿伟了 是谁 是谁对不起谁了 你们搞清楚 再来骂好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事情 真的 我什么都放在我心里面 什么都放在我心里面 但是我觉得 你们有些真的越来越过分 知道吗 我还没有回乐山 所以跟你们 我现在在姑姑家 谁想看你 谁想骂你 那你不要骂 也不要看你 走就可以了 我又不是你什么人 你何必骂我呢 又不是你生的 又不是你养的 又不是你亲戚朋友 又不认识你 对不对 何必留在这里骂我一句呢 走就可以了呀 你们觉得阿伟对 我对不起阿伟了 去支持阿伟 你们觉得我对 你们觉得我好 你们就支持我就可以了 没必要跑到这里骂 跑到阿伟哥的直播间里面骂我 怎么怎么样 跑到我直播 跑到阿伟哥直播间里面骂我 跑到我直播间里面骂我 没必要合并呢 对不对 人家阿伟哥又不是你们的儿子 我也不是你们的女儿 合并呢 宝贝别管他们 不是 我就是知道吗 所以跟你们 我真的 我什么都放在我心里面 我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阿伟哥我们两个从认识到今天 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话 一句话我都不说真的 我也没有骗吃 我也没有骗喝 我也没有骗钱 但是一直骂我骗钱骗钱 我们两姐妹配钱 我不知道我骗什么钱了 你们摸着你们自己的联系说好不好 我骗什么钱了 我去骗谁了 何必要把你们的思想 你们的一些思想 压在我身上来呢 对不对 谢谢 谢谢点赞 支持 想支持我的 给我点点赞赞就可以了 支持我的 扣个一夜 帅个金 支持我的 我家人嘛 我娘家人嘛 把我当着宝贝女儿的 扣个一夜 不理黑粉 不理 真的不理 还有一直说我是小三的人 我再给你们说一遍 不管老板有没有老婆 我目前是很相信老板的 如果以后有老婆了 我也不是小三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 知道吗 如果老板有老婆 我知道 我还跟着她的话 我就是小三 但是我现在目前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相信老板现在 知道吗 摔个金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不要骂我小三 我不是小三 小三是什么 小四人人家明明知道 他明明知道人家有老婆 他还跟着的 才是小三 知道吗 我见一个 我爱谁了 我见谁了 我爱 爱你了 我见一个爱一个 我爱阿伟的时候 阿伟爱我了吗 我怎么见一个爱一个了 我跟阿伟在一起 然后我就 见到老板 我就爱上老板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 摔个金吗 你们要搞清楚 你们要搞清楚 然后我们两个门 门都会不对 不对 才这样子的 知道吗 你们自己心里面都很清楚 你们不清楚的 你们打个二 我告诉你们 你们不清楚的 扣个二 我告诉你们 好吗 你们说我喜欢上 有钱的人要抛弃 阿伟没钱的人了 老板有钱 我要他一分钱了吗 对不对 没有啊 老板有没有钱 我完全都不知道 我说实话 告诉你们吧 我也不想知道 我只需要一个 对我好的人 以前我相信阿伟哥 我也不知道 阿伟哥有没有钱 你们一直在骂我的 这些话真的 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一直这样那样 我在这里说白了 如果不是阿伟哥 我早就嫁给阿川了 我也不会 落到现在 病里面骂 这样那样的骂了 我早就嫁给阿伟哥 早就结婚 我爸妈也不会 现在这个样子 闹着离婚 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了 不会搞那么多事情出来 也不会让那么多 叔叔 所以骂我了 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子 你们只知道 我对不起阿伟哥 那我呢 我为了阿伟哥 我爸妈也不要 我亲戚朋友也不要我 什么都不要我 跑出去跟阿伟哥出去的时候 你们 感谢观看